罗东博爱医院针对心脚痛以及心脏衰竭的患者 引进一种非侵入性的体外反驳疗法 引进一年来有30位患者完成治疗 有效率高达9成 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疗法 现在一起来认识这项医疗新知 80岁的李阿嬷长期饱受滋事性低血压头晕之苦 她都不知道是怎样的 都来到他就说 恐惧就下去了 再来这段他们做一个月 就这些疗疗把她捞捞捞捞的症状 阿嬷 因为通流编和肺合都在吃药治疗 后来发现一种厉害的肺合的变动 知识性低血压 如果人家倒在的时候好好摆起来的时候 肺合就降低很多 人都傻 甚至会昏气 所以这样已经都在城堂 一个月都没得到就要正常的生活 而另外一位同样也是80岁的陈阿嬷 不但有冠心症 心衰竭还有糖尿病 虽然经过血管阻塞手术 接受指甲治疗 但还是因为胸闷 经常要跑医院 这个动脑营化一直进行 这几年的症状有点增加 然后感觉因为你去大学做新导管治疗 其实是较有风险 人可能会比较不耐心 所以他就在我们的建议开始做这种 心脏体外反驳治疗 经过三十五回的这种体外反驳治疗后 他这个心脏缺氧的症状 他就很明显地改善了 后来的时候就比较不说的心脏 会扎起来会痛 这两位老阿嬷在接受体外反驳疗法治疗之后 现在一个是见不如飞 而另外一个也可以正常生活 这个心脏体外反驳治疗 是利用三组加压在 从我们的小腿大腿的下端到大腿的上端 做这种配合我们心脏的跳动的一个加压 那他在心脏疏伤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三组这个加压 依序从下面往上去加压 那在心脏收缩的时候 这个马上就放松 这样造成的一个血流效应 是让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流 回到心脏的量增加 那同时对这个血管产生一个 刺激性的一个作用 那这样一个刺激作用 有抗动脉硬化的效果 那同时血流增加以后 回到心脏的部分增加 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增加 心脏的播出量增加 甚至脑部跟我们的内脏的血流量 都是得到增加的 所以这个心脏的侧脂循环 马上也会增加 所以会有这个心肌缺氧 立即改善的一个效果 那长期来讲 它经由这个抗动脉硬化的作用 激转 让这种心肌缺氧改善 症状的改善能够持续 可以到一年甚至三年 都有维持这样的一个效果 国安医院心脏血管中心主任 雷孟环表示 引进体外反驳疗法一年来 目前总共有30位患者完成了治疗 年龄集中在70到90岁之间 有效率达到9成 对于长期饱受心脏病痛 以及滋势性低血压的患者来说 是一项很好的医疗方式 宜兰新闻记者黄文书采访报导